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 这周大盘是在悠扬的歌声中开盘 在悲壮的旋律中结束 天天跌 纳斯达克连续五个音线了 今天的影片会看到 过去一年纳指五连音之后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下周到底会不会继续下跌呢 自从周三狂吹牛账户翻倍之后 果然账户禁止理性回归 两天亏掉了一辆奥迪 炒股就是这么一把心酸泪 好日子没过几天 又要开始过苦日子了 求点赞求安慰 当然也求订阅 没订阅的赶紧订阅起来吧 纳斯达克一周交易五天天天音线 技术派理论上 高位如果是三个音线 在某些前提条件下叫做三只乌鸦 三只乌鸦是见顶的信号 三只乌鸦要求阴线基本是没下一线 天天实锤万下跌 在中文语境当中 乌鸦不是好兆头 但是在很多发达国家 到处都是乌鸦 天天哇哇叫的 也没有人在乎的 从股市上讲 纳斯达克出现连续阴线的机会 一年有几次吧 这周纳斯达克连续五个阴线 反正教科书上没有五只乌鸦的说法 也就是说五只乌鸦超过考试范围了 那么纳斯达克五连阴线是怎么回事呢 在最近一年里如果出现五只乌鸦 后面一周的行情是凶多吉少 还是会逢凶化吉呢 5月4日以前 纳指出现了五连阴线 在成闷的氛围之后 5月4日大盘跳空低开 形成了一轮大跌行情 7个交易日合计跌幅超过6% 2020年的10月份 纳斯也出现五连阴 这之后顺势继续下探7个交易日 跌幅约是5% 由此可见 在本轮持续时间已经长达一年又四个月的牛市行情当中 出现的五只乌鸦 大概率会继续下跌的 从经验上看 下跌时间超过一周 跌幅控制在5%左右 因此下周大盘行情 即使不是凶多吉少 也多半是要唉声叹气了 不过最好纳指回调 不要再跌5%啊 那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知道本次大盘突破上行 14211点是作为压力位被突破的 黑色线被突破之后 回调应该站在这条线上 否则就跌回了平台整理 造成整体图形的破坏 本周另一个体现大盘弱势的信号是 纳斯达克轻松跌破20日均线 今天的下跌是无抵抗下跌 这条粉红色的线是20日均线 理论上是一条支撑线 但是今天被无情跌破 纳斯达克指数如果进一步下跌 会有30日均线的支撑 大概是14326点 如果还守不住啊 那就是最后防线14211点了 而这两个点位都不足以跌5% 也就是说如果按去年两次五联姻之后 一周再跌5%的话 纳斯大盘会跌破30日均线 同时跌破14211点净线 大势整体破位了 所以我们寄希望于下周空头 手下留情不要跌破这两个重要关卡 实际上只要14211点守得住 大盘还是能有想象空间的 这次大盘突破之后 一路上涨到14803点 离15000点紧一步直遥 还是比较遗憾的 五联姻之后 下次再看到15000点 那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不可能在近期之内恢复元气的 消息面上 美国零售数据公布 6月环比增长0.6% 超过市场预期了 预测是负增长0.3% 美国零售数据被称为恐怖数据 容易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 由于全球半导体供不应求 汽车缺乏芯片 产量有缺口 导致新车二手车上涨 成为通胀的一大因素 零售数据录得增长 使经济学家预测经济增长将会加速 美国人在疫情期间积攒的2.5万亿存款 也会逐渐进入消费 带动零售和服务市场 当然这些对宏观经济都是不错的好消息 而对股市呢 却被理解成是坏消息 从近十几年的经济危机 还有恐怖袭击到疫情爆发 投资者充分享受到了经济重创时期 货币大放水的好处 经济越惨 股市是越涨 以至于投资者一看到经济好转 就等同于股市下跌了 同样的刚才说到芯片短缺造成汽车制造商部分停产 半导体行业的产能似乎决定了下游许多行业的发展 然而回头一看台积电 不愁销路的台积电啊 生意这么好 却在财报之后暴跌两天 还没看到止跌的迹象 导致半导体板块大幅回调 由于半导体是纳斯达克指数当中比较重要的板块之一 本周大盘大幅回落和半导体有一定的关系 台积电业绩很差吗 财报一出就暴跌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台积电二季度营收是3721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的19.8% 净利润1344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11.2% 毛利率达到50% 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润 那都是两位数增长 难道还是老样子 三好学生就地提罚 后晋升上台领奖的财报经典戏码呀 台积电大跌之际 分析文章说 这是业绩增长不达预期导致 预期净利润是1361亿新台币 而实际呢是1344亿新台币 差了17亿新台币 换算成美元 那就是5000万美元嘛 台积电表示 台币汇率问题导致干一票赚的钱少了 汇率影响其利润2% 如果是汇率导致 不应该杀估值 杀投资逻辑啊 台积电所在半导体的回调 看来是大家预期太满 恨不得100分的考卷 考出110分才满意是吧 我中仓半导体 在周四周五两天 也是大幅回吐利润 从账户最高点 回吐已经有7万美金了 大概一辆奥迪变成了奥拓了 涨久必跌 跌久必涨 作为股市当中最真实的废话 我想每个投资股票的人都应该理解 并且有思想准备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呢 当公司是好公司 行业是好行业 我们苦于等不到好的价格 当美女回头 机油股杀跌 价格就逐渐变成好价格 有些股票杀跌是永远套住 再也回不去 而有些股票杀跌是打折卖环金 我预计台积电不太可能跌破100大关 大概105就是最低价了 也就是年限所在的位置 像台积电这样 巨头的财报一出 股价就动荡 7、8月份是财报季 下周即将公布财报的科技龙头 有奈飞 财报公布日是7月20日 奈飞的业绩指引是Q2 每股收益3.16美元 Earning Whisper的分析师预测统计是3.24美元 奈飞在疫情爆发期透支了订阅数 导致后续新用户增长面临基数大 增速放缓的压力 这个是奈飞的股价持续不能走出主胜浪的原因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奈飞APP下载量有所恢复改善 迪士尼流媒体也涨价了 这个对奈飞也算间接利好吧 奈飞虽然面临迪士尼 Prime Apple TV等各方面巨头的竞争 但是内容质量确实还是胜出的 分析报告预测下半年 奈飞将输出更多有竞争力的影片来维持2亿用户 并稳定提升新增用户数 大摩长期看好奈飞维持增持评级 奈飞的内容创作被疫情耽误 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下半年芯片发布预计4季度和明年用户数 仍将进一步增长 还有奈飞在游戏业务上有可能争取到一定的份额 说到财报公布就会有人考虑去赌财报 财报出台会有股价大幅波动 不论做多做空都存在一定的机会 开奖速度比较快 有赌大小的感觉 用户增速肯定没疫情爆发期的快了 未来进入正常的增长速度 这只股还没有形成长期突破趋势 要赌呢也是一把就走 赌涨的可以买股票 赌跌的可以做空或买看跌期权 财报过后是赚是赔 那就看运气了 虽然股市跌的大家没脾气了 但是周末来了 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那就请你点个赞吧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